货柜车在港腹外大排成龙 都是等着要进港交领柜 在今年7月初 本台记者接获高雄市汽车货柜商业工会投诉表示 交领货柜司机相当苦恼进入南新路交领柜 原因就在白天进去排队 通常得要等到黑夜才能完成作业 一等就是几个小时以上 严重影响周边交通以及司机生活生计 而这种情况已经将近两个月了 还是无解 现在要去桌子卖柜车 没有制造的白队去南新路 你们看看 现在白队白到这样 这有证损吗 整条农车啦 看怎么白队啦 我们高雄市的政府官员 你有看到现在这是什么政策 这样有证损吗 你们的时间都是时间啦 书记的时间都是时间 对一个苏机不是没前面的 对于货柜车进入第七码头的路线 通常都是从中林路转沿海四路 再转到南新路 不仅绕了相当大的一段路外 到最后还要面对老旧设备 等待登陆进港领柜的时间 而可以截弯曲直的沿海路 及中林路交叉路口 却因为限制5.5吨以下货卡车进入 导致大型货卡车只能沿着沿海路通行 而這行駛時間 差距就至少多了半個小時以上 現在唯獨最快 而且最好 最有時效的方式 就是打通那個中林路 那當然這個中林路的話 要打通的話這種層級 是不是建議高雄市政府 用副市長層級以上來協定 我們現在很嚴重的在道路上 讓用路人覺得對我們大車有負面影響的 就是沿海路 那沿海路的話 如果說要以目前現在擴寬 擴寬了以後 但是它的瓶頸可能是多一條路 也是好事 但是如果要紓解一部分 往這個難走的方向的話呢 這最好是在中林路 可以有時段性的開放一些車輛 能走中林路 貨櫃商業公會建議相關單位 可以對中林路開設公聽會 協調地方及貨運業者意見 採時段開放通行外 當地市議員陳麗娜也提供看法 希望能減少問蔣大哥進入港區等待時間 我想它那個貨櫃車在路上排的狀況 其實造成了很多的民怨 那事實上呢 對於這個業者或是那個 我們的港務公司港務局 都要負大部分的責任 其實造成的這個交通的狀況非常的混亂 我相信抱怨的民眾非常的多 也可能會造成一些交通上的這個危險的情形發生 那所以對於這個2021年 就在用的這個貨櫃交領櫃的平台 叫做報好運 報好運的平台 為什麼很多的司機都不會用 那為什麼在這些這個貨櫃車司機 寧願就在路上排隊 也不會去看那個APP 到底什麼時候輪到他 他在該到那個貨櫃場 那所以這個就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的這個 港務公司有沒有好好的進行輔導 所有的貨櫃車業者 那如果沒有等待的時間 而把這個道路當成是他的等待場 那就會產生很大的問題 那所以呢其實在中安路 有一場很大的那個貨櫃車的停車場 那其實他可以在大多數這個貨櫃車停車的地方 或者是台場也有 台唐也有一個貨櫃車停車場 他們就在那邊設置大型的這個電子看板 那針對呢已經要開始可能是15分鐘或半小時內 要進場的車輛進行一個這個顯示 然後讓他們知道他們大概在這個30分鐘做準備 10分鐘可以開始開車進入這個港區 要改善的狀況的話有很多的方向 一個就是預報系統 港務公司之前也做過預報系統 但是他並沒有把所有船公司一起納入一體 變成說預報系統就等於是做了一半 這個港口的老舊機具也真的太老了 可能年齡都有三四十年以上的歲月 港口業者淘汰一些舊的機具 換一些新的機具有效能高的 這個他的產量比較高的機具來解決篩港問題 貨櫃商業公會理事長則指出 任何建議方式都是為了避免貨櫃車篩港情況的一再發生 也為了降低對當地交通的衝擊 政府相關單位若是可以採納 處理問題最迫切的方式 相信延宕多年貨櫃車篩港問題可以迎刃而解 記者李佳龍高雄報導